那么你做一个项目的话 你看我们刚刚给大家分析表的时候 你记住 你一定要记住一个概念 一旦一条数据 它对应多条信息的时候 你就不能把这多条信息 把它放在这个表里面 你就应该把它抽出来 单独的再建一个表 这两个表之间 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 无论是我们这个用户和地址 还是这个订单信息和订单商品 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还有这个商品和商品的图片 也是这样一个套路 也是这样一个套路 这个你要知道 那么你做一个项目 把这个表只要分析出来之后 在将构里面 无非就是去写对应的模型类 有了这个东西分析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去写这个模型类 那么下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里面 最终建出来的模型类 那么首先看一下我们的 models 用户模型类 那么这个用户模型类 它就对应着我们用户模块里面的用户表 对吧 那么这个用户表你注意 你一点进来之后 你看一下我这边 里面啥是不是都没写 对吧 那么什么都没写 但是我继承了一个类 这个类叫做obstracted yuda 那么这个类什么类呢 我们给大家说 其实你考虑一下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 登陆后台管理的时候 我们直接创建一个用户 创建一个管理员 然后那就可以呢 登陆这个后台管理的账户 对吧 登陆后台管理的账户 那么其实你有去验证这个用户密码吗 你有去验证这个用户密码吗 没有啊 你创建那个管理员 那个验证用户密码到底对不对 是将购本身帮你做的 所以将购本身 其实它自带了一个用户的认证系统 那么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就要去使用将购内置的这个认证系统啊 使用将购内置的认证系统 所以在这边 你发现我这个类里面什么都没写啊 然后呢 将购呢 他为了啊 让其他人呢 可以使用他的内置的认证系统 他专门预留了一个抽象的user类啊 他专门预留了一个抽象的user类 我这个类呢 就直接继承于他的obstracted user 他的obstracted user里面 就已经定义了很多数据啊 包括这个用户密码啊 邮箱啊 等等 所以我一继承他之后 我的数据呢 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信息呢 就都有了啊 就都有了 OK啊 这是他 这是他 所以你看到我这个表里面 其实呢没有写什么内容啊 什么都没写啊 然后呢 这些呢 我们不用管 我们讲到再说 我们就开始呢 往下看这个 address啊 那么这个address的话 他呢 对应着我们这个 地址表 那么地址表里面 你看到我们地址表里面分析啊 首先 对吧 所属的账户 这个账户的 也就是用户的 id 那么这个表呢 就应该跟这个类呢 跟上面这个类呢 他俩是这个 一对多 所以我们通过 models.4k呢 进行一个 建立啊 两张表之间 一对多 两个类之间呢 就是一对多 然后下面 receiver 是这个 收件人 address呢 就是这个 收件地址 zip code呢 就是这个 邮政编码 这个方位呢 就是这个联系 电话 这个is default呢 就是是否 默认 那我还给他设置了 一个默认 就叫做default 等于false 对吧 代表默认的 不是一个默认的 不是一个默认 那么 你注意 这两个类呢 他就对应着我们 用户模块里面的 两个表 然后下面啊 再看我们的这个 商品模块里面 models啊 商品模块里面 首先商品的 类型模型类 它就对应着 我们这里面的 商品 种类表 那么商品种类表里面 有着种类名称 logo和图片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看到我们这个类啊 首先这个name 就是这个种类的 名称 这个logo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标识 对吧 那你注意 我这边用的是什么啊 我这边用的是一个 chalfield啊 就为什么用chalfield 我们需要结合 这个前端来看啊 首先找到这个 index这个页面啊 找到index这个页面 那么点开这个页面之后 你看到啊 这个种类前面 我们说这个logo对吧 然后你在这边 你点开 你右键你检查 你看到 你找到这个A标签 它有没有引入一个图片 看到没有 没有啊 其实呢 它是设置一个class 等于fruit 对吧 它这个图片呢 其实这下面的 这几个logo呢 都在一个图片上面 它是一个雪碧图 你通过设置不同的类 是不是让它显示 不同的位置 对吧 所以我 然后呢 这一部分 比如下面这个 LRI里面的A标签呢 它就是safed的 是不是显示这个 这个东西 对吧 我们在数据库里面 保存的时候呢 就保存了这个类 你设置的是fruit 还是一个safed的啊 所以在我们这个设计 模型类的时候呢 这里面使用的是这个 chalfield啊 而不是一个图片 对吧 也不是图片啊 这个部分要结合 我们的前端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一个有个image啊 那么这个image呢 它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图片对吧 这个图片呢 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图片 所以我们这边 使用了一个imagefield啊 imagefield啊 OK 那么 这是它啊 这是这个商品 类型模型类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个商品 sq对吧 商品sq里面 我们给大家说 商品sq呢 还有一个对应的 这个spu 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个spu啊 spu里面 我们这个上面呢 包括这个 id名称和这个详情 对不对 那么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写的是什么啊 name 就是这个 商品的spu这个名称 对吧 然后呢 detail呢 就是它的一个详情 那你注意这个详情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写的是一个 htmlfield啊 这个htmlfield 它不是我们 将个啊 内置的一个类型 内置的一个字端类型 这是我们引入的一个啊 副文本的类型啊 副文本类型啊 副文本类型啊 那么副文本类型呢 所谓的副文本器呢 就是带有格式 样式的 文本啊 带有格式样式的文本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啊 我们就需要使用一个 编辑这个商品详情 你让这个管理员 在后台呢 去编辑这个商品详情的时候 你不能直接给它显示为一个 就是一个普通的文本框 那么它没有办法去编辑这个 格式啊 你会发现很多商品的详情里面 它是不是都是带有格式的 都是带有格式的啊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在这边就要使用这个 副文本的类型 那么到底怎么去使用 这个副文本类型 你先知道啊 它是一个副文本的类型 它不是相够内置的一种 资端类型 是我们引入的啊 怎么用 一会我们说完模型类之后 给大家讲啊 然后 这是这个GOOS SPU啊 就是我们的GOOS 它就是这个商品SPU模型类 然后呢 再看上面的这个商品SQ 那么这个部分呢 在我们这边就对应着 我们的商品SQ表 它里面呢 首先 注意这里面这个type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种类的ID对吧 它跟这个GOOS type呢 是一个 一对多 然后呢 还有呢 这个还有一个 下面的有一个SPU的ID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跟我们的GOOS呢 有一个一对多 对吧 然后呢 下面再往下呢 是这个商品的名字 简介 价格 单位 图片 库存 销量 还有一个状态啊 那么在这个状态里面 你注意啊 我们出现了一个新的选项参数 叫做 Choice啊 这个Choice是干嘛的 你可以呢 去限定这个 它的取值范围 你比如说啊 我现在呢 我使用了一个small integer field 代表是一个 小整数啊 它是比这个 Integer field的占用的空间呢 要少啊 比如说我 我要限定它的取值范围 0呢 代表这个 下限 1呢 代表这个 上限 我就可以指定这个参数啊 指定一个Choice 然后呢 给它等一个圆组 圆组里面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啊 它怎么用 我们也是一会儿给大家说 你先知道Choice呢 就是限定它的取值范围啊 OK 那么 然后呢 这里面 再往下呢 看我们的商品图片模型类 它就对应着我们的商品的图片 那么 这边 图片 还有这个SQ的ID 那么所以呢 我们这个类里面写的呢 就是这个SQ对吧 跟我们的ChoiceSQ之间呢 是一个一对多 然后Imagine呢 就是它的一个图片的路径啊 图片路径 好 这是这个商品图片 然后再看我们首页的这个东西啊 首先第一个 首页的这个轮波商品表 对应着我们这里的这个类 这个类里面呢 首先 你需要呢 有一个SQ的ID 对吧 还是呢 跟我们的ChoiceSQ之间呢 是一个一对多 然后再往下呢 Imagine呢 是一个 搬的图片 对吧 你要显示哪里图片 这个index呢 是控制这个展示的顺序啊 展示的顺序 OK 然后再往下啊 再往下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的表 有一个首页的促销 活动表 那么这个活动表呢 对应着我们下面这个类啊 index promotion啊 banner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 首先这里面呢 有这个 我们加了一个东西啊 活动的名称 就虽然我这个页面 没有显示的吧 虽然我这个页面啊 显示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没有这个活动名称 但是我可以在表里面呢 给它加一个啊 加一个 加上一个活动的名称 然后这个UIL呢 就是这个活动的链接 就用我们这里使用的一个 UIL field啊 这UIL field呢 就是将过本身的一种类型 你可以的 它呢 就是限定你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UIL链接啊 UIL链接 UIL field啊 然后在这里面 Image 活动的图片 Image field 然后再往下 index控制它的一个 展示顺序啊 展示顺序 OK啊 那么这是这个啊 这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呢 叫做首页分类商品 展示表 ID SQID 总类ID 那么展示的标识 还有这个 index啊 对应到我们这个类里面 往上看 Type 这就是商品的 种类的 ID 这个SQ对吧 对应着我们商品的 SQID 然后这个 Display type呢 就是它的一个展示的 类型 那么你注意 我这里面又使用了一个 choice 0呢 代表你是这个 标题文本展示 1呢 代表这个图片 然后下面呢 又来一个index 控制它的一个 展示顺序啊 那我们的 这些类呢 它就对应着我们商品模块里面的这些 标啊 这些表 OK 然后你像这俩表呢 它就对应着我们这个 订单模块的 模型里啊 那么在这里面 首先我们这里面有个订单模型类 就是这个订单信息 它就对应着这个订单信息表 然后呢 首先看一下我们订单信息表里面的内容啊 订单的ID 地址ID 用户ID 对吧 支付方式 总数目总金额 运用费 支付状态和创建时间 那么这一步的话 看到 order ID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订单 ID啊 那你注意 我在这里面指定了一个 Primary K等于 cho啊 我直接让这个order ID呢 作为这个表的 主件 那么默认的那ID呢 就不再 有了啊 这Primary K的一个作用 然后再往下呢 有一个用户的ID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需要跟这个用户表之间呢 建立一个 一对多的关系啊 那么在这里面 你要注意一点 你看到我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啊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个新的点 就是当你呢 去建立两个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啊 如果这两个类 不在同一个应用里面 前面呢 他必须写上这个应用的名字 然后去点这个模型链啊 你不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order info 他在这个order应用里面 对吧 user呢 他在这个user应用里面 他俩不在一个应用里面 你去建立关系的时候 你不能这样写啊 你不能直接写一个user 你写user就报错啊 你需要呢 先在前面写上这个应用的名字 然后再点这个具体的模型链啊 这样才可以 你像在一个应用里面 你就直接写类名就可以了啊 这是这个新的点 然后呢 比如说user下面是不是有个address 对吧 address呢 也在这个user的应用里面 所以我们前面也是user点 address啊 然后再往下啊 支付的方式 支付的方式这边呢 你注意 我在这里面也指定了一个choice选项啊 使用的是small income field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定义了一个援助 获得付款 微信支付 支付宝 还有这个银联啊 通过这个choice来指定啊 然后再往下的这个商品的总数量 对吧 商品的价格 还有一个transit price啊 就是商品的一个运费啊 运费 然后这个order status呢 就是这个商品的状态啊 状态 你看这个状态的话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也指定了一个choice啊 就这五种状态 带支付 带发货 带收货 带评价 和以完成啊 通过这choice来指定 然后呢 在下面呢 我们还给大家写了一个啊 这个叫做trade number啊 这个trade number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最终一个订单呢 完成支付的时候啊 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讲的是这个支付宝 那么你去对接支付宝的时候啊 支付完成之后 最终呢 他会给你返回一个支付的编号啊 他会支付宝会给你返回一个支付的编号 我们就把这个支付编号呢 在我们这个表里面呢 做一个记录啊 所以我加了一个东西啊 加了一个东西 OK啊 这他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是我们这个订单信息表 然后呢 还有一个订单商品表 就是这个订单模型链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刚刚分析表的时候 我们说有这个订单ID sqid商品的数量商品的价格 还有这个评论的吧 那么这个评论呢 你看到我在这边啊 order sq count 对吧 price 还有这个 comment啊 order ID 他就对应这个order ID 他就对应这个sqid 他呢 就对应这个商品的数目 商品的价格 商品的评论 那么你注意在这边呢 我们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说在这边呢 这个goose.sq 他跟这个 又不在一个应用里面 所以前面加上一个goose.sq goose.sq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 这些模型链啊 但在模型链的前面呢 你注意啊 我们统一 你看到我继承的类都是谁啊 base model啊 继承的都是base model 那么看一下我们刚刚的这个商品模型里面 models啊 继承的也是base model啊 那么这个base model是谁呢 你注意在这里面 我们fromdb.base model import啊 base model啊 这个东西呢 是我建的一个抽象的模型链啊 为什么建这个抽象模型链 我们在这里面 统一给每一个表加了三个字段 一个是创建时间 一个是更新时间 还有一个是删除 标记啊 这里面是每一个表里面我们都加了 所以呢 我把它抽出来一个抽象的模型链啊 那么这个抽象模型链 我建在哪呢 我在我们的项目下方新建了一个文件夹 叫做db 然后db里面我建了一个base model啊 在base model里面 看到我建了一个 base model模型链 他继承这个models点 model啊 继承之后 创建了三个属性 create time 创建时间 然后呢 指定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参数 out to know add 等于 那么你去添加信息的时候 对吧 他自动的把你创建的那个时间呢 给他加进来 然后呢 还有一个update time out to know等于去更新的时间 然后再往下 有一个select 删除的一个标记啊 那么注意这个呢 我们就作为模型类的抽象机类 所有模型类呢 都 继承于他 哎 他就没有必要去继承这个model 对吧 然后呢 你注意在这里面还有一点 如果一个模型类 它是一个抽象模型类的话 你必须在继承之后啊 在里面加上一个classmental 这样一个原类 在原类里面呢 指定一个类属性 叫做obstract等于true啊 只有这样你才可以 它才是一个抽象模型类 你在继承 生成 切移生成表的时候 才不会报错啊 否则就会报错啊 这是obstract等于true的一个作用啊 OK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最终呢 给大家看的这个 模型类啊 给大家看这个模型类 你看看啊 给大家看的这个 模型类啊 哎 这是我们的这些模型类 那你像你实际在开发的时候呢 哎 它不会啊 我说它不会出现 我们说 你突然间你改了你的类了 你一千一报错了啊 基本上不会有这种情况啊 不会有这种情况啊 那么 为什么是因为这个表呢 都分析完了 表的分析呢 一定是经过斟酌的啊 就分析完之后 这个表基本就不会再动了啊 不会说过两天改一个 过两天改一个啊 这个不可能啊 不可能 所以呢 这个表一旦分析出来之后 那么首先编码之前要搭建这个项目的框架啊 搭建的时候这个类呢 都弄好了 那么你拿到这个框架之后 对吧 那有了这些类之后 我统一摄成千一文件 一千一 所有的表呢 都有了 就搞定了 之后呢 你就没有必要再去做千一了 所以你只是去操作它啊 它不会出现 我们说你一千一报错 一千一报错啊 OK 那么你像这个类的话啊 这个类的话 我们给大家说啊 这个类呢 我们没有时间带着大家来敲啊 那么你像这些 我们之前讲过的时候 这些你都能够看懂啊 你就把它 你要想敲的话 你自己敲一下啊 后面呢 我们下课之后啊 一会呢 我们会搭建软件框架 之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类呢 都发给大家啊 都发给大家 你拿到之后 你就统一生成千一文件 然后呢 生成你的表啊 就搞定了啊